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把甘夫人旁统 甘夫人属于国战的弱将,能力非常一般 所以甘夫人有发挥的时候是非常少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甘夫人为什么这么弱势 甘夫人的输出能力属于白板 防御能力有神智这个技能 但神智的发动条件要求 手牌数必须大于等于体力值 所以其手牌一旦被破坏 或者是手牌不足不满足发动条件 就无法发动神智这个技能 而且你发动神智技能后的防御非常差 因为发动神智后 我们这两张手牌是裸摸的 而裸摸到防御牌的概率并不高的 书胜的发动条件也比较苛刻 必须是蜀国势力才能给蜀国势力补牌 也非常依赖队友 没有队友这个辅助技能也废掉了 而孔荣的累让即便没有队友 也可以给盟友发动累让 所以甘夫人的防御和辅助能力都很一般 胜率比较低下 往往会成为团队的突破口 旁统甘夫人主要看的是 发动涅盘的同时触发书胜 可以给队友补三张牌 能够给势力建立较大的优势 但是书胜补牌发动的前提条件 还是要有队友 总之 甘夫人这个武将比较弱 还是不建议大家在实战中选择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甘夫人庞统这个组合 在实战中少有的扒挥 好的 路线环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甘夫人庞统 洗手一会儿又手亮了 吴国这么搞 基本上就是防大嘴 我们出杀就行了 没说过太史词这个武将 在后期比较厉害 因为他的双杀 对残血的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你的前期你这么打 基本上你一个人也打不死 我们继续打无限 这八号位非常有可能是一个酱油位 各种位置 再杀一下 小桥周泰 还不错 可以延缓一下 魏国一波的趋势 我们这时候就选择将这个两个装备扔掉 回复 这时候神志这个技能 就可以回复一血 而且场面上没有队友 没有队友 那么我们出来也嘲讽不高 孙权继续打一下魏国 看能不能带走一勾一勾 哇 这一波 杰命四张牌 确实挺爽的 这个马同化妥 也是够倒霉的 八号位降一位 率先死掉 顺一手 再杀一刀 这波操作可以的 取虎伤敌 这样还可以 弃孙权一张手盘 孙权现在空虫了 我们现在没什么可做的 只能挂一个装备过了 我们还是留一手周雀雨扇 因为旁统这个有前所属性的 那么留这个周雀雨扇 肯定比留那个金刚剑也好 有两张闪 我们现在这个防御也是无敌的 除了一个队友 除了一个队友 起码我们这个甘夫人就不废了 于是我们输胜就有发挥的空间 如果我们场面没有队友 那么甘夫人基本上是废的 主张通过神志回复一下血量 这个外面我说一下 这个外面其实 我复盘之后 我觉得不闪 其实收益要高的 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闪掉了 其实不闪收益要高 因为不闪 这时候我们能发动神志 但是你闪掉 现在这个神志就发挥不出来了 所以说我说这个神志的发动条件 是非常苛刻的 你一张牌两血就没法发动这个技能 好 现在我们发动液牌 这一波不亏了 给队友补三张牌同时 我们又能制衡三张牌 如果我们手牌不足 我们还可以将手牌补足 而且奖费还可以给我们补一张手牌 现在就比较稳了 我们决斗一波 因为我们看到夏家是一个能拼点的人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手牌打光 如果你出了这张杀的话 他有可能就拼掉我们桃子了 这个桃子还是非常关键的 将为动一轮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可以免费地拆敌人一张 好 这时候他没有手牌 我们拿小点瓶 以以待劳 这换一下手牌 现在把装备扔掉 我们需要的是手牌 真是非常弱 这个无恙 没什么作用 这个远交还是给他们带来一丝的悬念 孙权面对将为还是很难受的 每合合挑一波 每合合挑一波 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摸牌白板 摸牌过摸牌过 没什么发挥的 发动机能之后也是一个摸牌 我们杀一刀 杀一刀 清晰一下他的闪 这个装备我们还是留在手里 防一下拼点 装备不能挂 因为你挂的话他发动拼点 有可能这个桃子就被拼 这都是这些小细节 给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手里面是三张手牌 我们时刻保证 面对拼点的技灵 我们时刻保证自己的手牌是三张 那么他拼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两张的关键牌 他是拼不掉的 好的 视频环节我们就到这里吧 好的 排队最后我们来总结一波 这把是一个军事局 其实在军事局中大家的胜率都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谁先动手 谁死得早 输得快 这把可以从魏国和蜀国的战争中可以看出 我们在军事局的策略就是不动柔山 动就要打死人 只要你打死人 我们才不会被反攻 但是蜀国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如果不是我们涅盘输胜 给队友补三张牌 那么队友被打死 我们赢下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甘夫人这个武将 除非你想体验一下 不然还是不建议大家选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鸡哥 每点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